这些一瓶瓶的粉末各有药性 由不同的中药材制成 这间位于横琴中医药产业园的中药科技公司 利用自主研发的植物分子纯化技术 分离杂质和有害物质 更好保留营养活性成分 配合配药机械人制作成各种分子中药成品 生液区成立之后 我们可以把一部分的生产工序放到这里 尤其是澳门见到澳门监制办法实施的实施 能让我们把一些我们原本的产品转移到来 行情生产而且能保留有澳门元素在这边 我们现在虽然销售量不大 但是接触海外市场范围也是相对比较过 包括有一些东南亚地区 比如说泰国、菲律宾 还有一些美国、加拿大的客人 都有曾经找我们参加过过 为了推动中医药产业化 走到国际平台上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 国际交流合作中心表示 多年来做了不少工作 希望持续透过澳门国际窗口 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我们是通过以医代药先让这个 针对普遗系国家卫生药间等 这种具有引领作用的专业人士 来感受来接受我们中医药的一个培训 来感受到这个中医药文化和技法的这种魅力 在这个接受完之后呢 他们就会比较容易地去接受我们中医药的产品 那像我们澳门监制 其实这个对于走进普遗系国家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 目前在国际注册方面 在莫桑比克有11款产品 取得了植物药的注册批文 另外9款产品取得巴西中成药的批件 并有15款产品成功走进国际市场 并持续为葡雨系国家开展研修班 培养中医药领域人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